你可以不知道Sumida是什么意思 但是你不会不知道这是一句韩语 十年来韩国文化慢慢地进入了我们的生活 深受韩剧 韩国偶像团体 韩国综艺节目 三大波风潮洗礼 就算你不认识韩心也该认识鸟叔 就算你不会韩语也该知道什么是 欧巴 安妮哈西哟 咋来嘿哟 韩流来袭第一波韩剧 代表作蓝色生死恋 浪漫满目 冬季练歌 那么风跌过 那么珍惜过 那么多韩剧让你我痛哭流涕过 韩剧就是让所有女人都充满幻想 虽然知道它内容是多么的不切实际 但还是要一起一起追着看下去的东西 当年你看蓝色生死恋的时候 有没有哭得死去活来 有没有伴得很柔弱学恩西说话 当年你看浪漫满屋之后 有没有偷偷在日记本里留下一句 爱的人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当年看完冬日练歌 你有没有把那首从开始到现在 转在MP3里按下单曲循环键 一次次让自己沉醉到 对陪永俊的无限痴迷中去 韩流来袭第二波韩国偶像团体 代表人物HOT东方神奇Super Junior 提起HOT90后生人也许不知道是谁 但是80后的许多女生依旧会用血沸腾 她们可以从家里翻出好多HOT的海报和磁带 韩旗炫 张又鹤 汪尼这些随便一位人物 都可以令第一代哈韩的少女们疯狂起来 而身为韩国至尊组合的东方神奇 作为80至90后年龄过度阶段的偶像团体 获奖无数 战绩辉煌 红遍中日韩 曾经成为全亚洲最红的艺人团体 提起Super Junior才是中国90后们最最中意的偶像天团 其后院团名称为ELF 如果你要问度娘究竟世界上一共有多少位ELF 我相信度娘会回答你说 ELF永远是永恒的 因为ELF是数不完的 就和天上的星星一样多 韩流来袭第三波韩国综艺节目 代表作 爸爸 我们去哪儿 Running Man 我们结婚了 不要问我Running Man是什么 楼下做程序员的大叔都在看这个 大叔说 我虽然听不懂 但是觉得很好笑 是的是的 有人在康熙来了小组发帖 自打看了Running Man之后 就无条件地背叛康熙了 韩国综艺的魅力到底有多大 还记得去年的我是歌手吗 那新颖的剪辑手法和高端大气的舞台设计 都是来自韩国原版 不知道宋倩是谁不要紧 我们结婚了 让维尼夫妇变成了粉丝们最心仪的假扮夫妻 般配的令人浮想联翩 多希望他们真的在一起 近期上线的湖南卫视爸爸去哪儿也是翻版于韩国超人气节目 爸爸我们去哪儿 除了人物之外 其拍摄手法和包装都华丽丽的一样 第一天上线 全国收视率就是第一 收获了零差评高口碑的观众反应 十年来受到韩国文化如此赤裸裸的贡献 小编只想说 中国娱乐文化 欢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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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